好的 大家好 我們繼續回來講那個新的報告第二篇 那我們剛才聽完了第二段的第一句 那我們繼續看第三段的第一句 第三段的第一句 我們來聽一下機器人幫我們唸一下吧 Gutman's examination of other facets of kinship also produces important findings OK 其實這一段比較短一點 那大家都很清楚 你只要知道的是GU這個人說寫 他的解就是examination 它是important的 OK 我們看一下最後一段的第一句 那還是請機器人幫我們唸一下 In some,Gutman's study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offers a closely reasoned and original explanation of some of the slaves achievements One that correctly emphasizes the resources that slaves themselves possessed OK 其實這一段也很簡單 那你只要知道的是說他的study非常important就好了 那我們看完這邊的第一段 我們先幫大家做個簡短回顧好了 就是指說我們第一段看到的是 有一個人提出一個學說 他說要看黑人的 黑人的Family 還有他的親族的System這樣子 那第二段他講說 還是在討論他的學說 GU這個人的學說 他recreate something 然後draw on 一些data之類的 然後第三段還是跟他說 還是討論GU這個人 他說他的examination是非常important的 然後最後一段還是討論說 GU這個人他的study是important的 OK 那我們很清楚的知道這main idea是什麼對不對 main idea就是第一段他講的 要look the back family and the kinship system 然後後面就是支持他的論點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idea main idea也知道這個架構 那我們看看 我們要去怎麼解題目呢 OK 我們次第來看看 好 第一題是 它是什麼 best describes th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就是文章的架構 哪一個是下面文章架構中最好的呢 OK 那我們先看A A是什麼 A說這作者比較了 對比了其他的歷史學家的東西 OK 我們這邊並沒有對比 為什麼沒有對比 因為他其他段 就是二三四 甚至末段 都只有說Gudsman這個人的東西 那所以你只知道A一定是錯的 那接下來B選項是說什麼呢 他說這個作家 他表現出他的學說 然後從其他的歷史學家去拿一些證據這樣子 那基本上是錯的 因為沒有several 我們這邊是討論的一個人而已 就是Gudsman 我們並沒有在其他 就是手劇啊 手段手劇 我們都沒有看到其他的 呃 所以這邊B也是錯的 然後呢 C C 這個作家 他 他最後發表他的 on argument 其實這也是錯的 因為這邊是討論的 不是他 是討論的Gudsman這個人 那最後D呢 D呢 D他說檢驗了兩個主要的argument 這也是錯的 因為這邊的main idea 就只有講一個Gudsman Gudsman 因為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D段到最後一段都是在講Gudsman 所以他並不是在exam 出man argument 所以 最後的選項E才是對的 他說這個作家表現了 呃 一個很 一個 general argu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 只要讀了手段 手 各段 各手 手段還有 各段的手句 我們就有能力 幾乎有能力去做到 把文章結構判斷出來了 所以就是指 大家 要 大家要知道 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 拿一篇文章 就 從頭 一直看到尾 這是錯的 因為 有時候你要先去知道main idea的時候 呃 你才會知道這篇文章在講什麼 他重點是這 有時候你看完第一段你就花了 這是不對的 因為如果你從第一段看到往 看往下來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後面在講什麼 說不定 你在後面都是要反駁第一段的 那你剛好全部都認真看過去 然後 其實你看錯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先把前面第一段 手句 手句如果太長的話 看一二 然後手段 手句這樣子看完 看下來main idea 掌握文章結構掌握以後 你就會比較有能力去了解這個文章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main idea 這題的main idea是什麼 他說哪一個是best title 就是指說 文章的title哪一個是最好的呢 我們看一下好了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 influence of the 這個人齁 他這個 government on historian 我們並不是historian齁 他是在講說 他不是歷史學家啦 應該是講說 我們手句看到的black family 之類的 還有kineship system 所以應該不是歷史學家 然後 可以看 b是對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cde好了 d這個選項 你看看到沒有 這個我們這邊 手 第一段 還有各段的 手句都沒有出現 那我們去查這個 他出現在哪裡 他出現在非常尾巴地方 所以他 幾乎也不可能是main idea 我們之前說過太晚出現的東西 就不可能是main idea 要記住這個概念喔 那 那就是c跟e呢 c跟e其實你去發現 他沒有什麼key point 就沒有關鍵字 可以去讓你搜尋的 那基本上這個 就是 其實這兩個 這個 這個東西啊 這個c是 太 我覺得他太那個 太太抽象了 而且 就是太太泛廣化了 你可以把它做個問號這樣子 那 我們再去看e好了 那 e他就講到一個 fleet slave 那fleet slave 如果你自己去查的話 他也是蠻出現在蠻晚的 所以他也不可能是 man idea 那 原因跟d這個選項是一樣的 那 V為什麼是對呢 V為什麼是對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culture 文化的遺跡 還有這個 developer communal 這個東西啊 這一段啊 欸 就是在手機中 手 手段中就有了 手 手 手段中就有了 所以你可以很確定 這個就是 我們要的man idea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掌握一個原則 他在手段中會出現 幾乎就是man idea 那 可以幫你做一個 輔助或檢驗的話 就是各段 各段落的第一句這樣子 那 就是 太尾巴 太後面出現的東西啊 就不會是man idea 那 這就是 我所要講的 文章架構 那 文章架構 我們剛才只講一個 全文論證 一個觀念 那我們後面還會講到 其他兩個 的架構 那 謝謝大家